因为来看到在寒流发威之下 全台在短短两天 已经有74个人猝死了 同时呢 昨天其实气象局针对了全台 2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 这当中有很多个气温测站 都是测得了入冬以来的最低温记录 气象局现在说了 今天的温度还是很低 要一直到周五之后 才会慢慢的回暖 当然寒流让各地疑似天冷的 猝死案件增加 当然也让119真的是忙翻天了 所以还是要特别提醒 长辈还有具有心血管疾病的网友 真的是要多留意 20号最低温出现在离岛马祖 只有2.7度 午后更下起冰线 是马祖18年首建 冰线滴滴答答落在引擎盖上 不一会儿车辆挡风玻璃的缝隙 就堆积透明结冰晶体 还流来袭全台几栋 外头冷嗓嗓民众包的密不透风 气温溜滑梯气象局长 证明点更在脸书贴出温度变化图 显示台北从19号上午7点的17度 到隔天8点完全不受日夜影响 斗壳直线一路降到11度 呈现出断崖式降温 证明点表示目前全台持续稳定降温 台北站气温也还在下降 周日入夜前后会出现最低温 温度直直落 导致身体不适送业的人数也增加 救护人员和死神强命 宜兰八十二岁阿嬷到月后 心运恢复心跳 而在召化救护车十万火急抵达急诊室外头 医护人员动作迅速将患者抬上病床送业抢救 急性心肌梗塞的案件 将患者送往医院做心肛管手术 已经非常稳定了 这两天寒流发威气温走降 让消防人员疲于奔命 统计十九二十号两天 北部共三十五人命为送医 其中以台北十九人最多 中部的召化南头云林各四人 南部嘉义十四人 屏东一人 花莲台东也是各一人 全台共六十四人命为送医最年轻只有三十八岁 一是提醒日夜温差大更要做好保暖工作 棉 颈部 双手 双脚 如果保护好的话可以保暖身体的温度 可以保护到五十百点到七十百点 围巾很好用 保护颈部甚至头部甚至当口罩 天冷猝死意外频传民众如果身体不舒服 得赶紧就医 别人一时疏忽丢了宝贵性命 继续仙宏如蔡宇山台北采访报道 在基隆城隍庙庙的地下道 过去就有漏水的问题 市政府在去年花了八百万进行翻修工程 上个月的二十八号才刚刚完工重启 但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竟然又再度积水了 二十号的时候有民众走进地下道 发现这个水已经淹到了脚踝 无奈回头 因此民众也痛批 工程有做跟没做一样 根本是乱七八糟 整条道路薄光淋淋 宛如汪洋一片 连警示的三角椎都被淹到 站不住在水中载浮载沉 而这里竟是著名经典 基隆城隍庙的地下道 民众想通行却被吓到立刻折返 连日阴雨 民众想走地下道避雨 经见这幅景象 有人伸脚踩踩 见着深度不妙立刻折返 有人硬着头皮穿越 整只脚湿透透 民众抱怨连连 其实城隍庙地下道和另一处 东岸广场地下道去年进行翻修 今年一月二十八号才刚重新启用 不到一个月马上出包 网友立刻把游泳图披上地下道 调侃决定了 今年基隆杯夏季游泳比赛 就在这里举行了 公务处表示地下道两颗派水马达 其中一颗故障了 才导致积水已经重新设定 也将进行更换 不过知名景点 城隍庙地下道刚翻新 就出包 夜南怪民众觉得 想把地下道拿来比赛游泳 记者朱丁荣 吴俊伟黄玉兰 基隆采访报导 好寒流带来低温 各地现在也刮起了强阵风 在台中的五七龙甲区 最强的阵风有十级 好这个等级呢 相当于轻度台风的等级 因此呢 大风就把路数连根吹断 砸坏了车辆 另外在苗栗的院里 也因为连日下雨 土石松软 再加上六到七级阵风的影响 大树也断了 横躺在路中间 景霄立刻出动了电锯 处理三个小时 最后才恢复畅通 巨大的树干树枝 横躺在马路上 两线道都被占据 进不去也出不来 啊你有油吗 工作人员穿梭在倒地的 树叶树干间 拿着电锯 一节一节的锯开 警方也在一旁帮忙 寒流来袭 气象局发布 强风特报 苗栗院里刮起 六到七级的强震风 造成石阵和焦谱里的 大树倒塌 花了三个多小时 才恢复通行 强风吹断路数的状况 也发生在台中的海线 武器龙井 整颗大树被连根吹断 狠狠砸在轿车 和小货车的车顶挡住去路 海线的风到底有多大 根据气象局的资料 青台的风力大约是8到11级 而青城的龙井最大阵风是10级 枪劲的风势相当于青台等级 台中港的海水不断被强风吹上岸 挡不住青台等级的强风 商场的摩天轮虽然暂停运行 但车厢根本无法禁止 被七级风吹的左右晃动 可见风势有多大 接台中综合报道